在整修中的那个宫蟹 这里叫东南宫蟹 另外还有西南宫蟹 北边也有宫蟹 还有一个最大的中央宫蟹 你看这叫东南宫蟹 一别说原来宫蟹有五座 那么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中央 不是完全是汉人俱乐的五营 隐藏有希拉雅特苏家族 祖灵信仰意涵在其中 宫蟹原来是负责角落 各角落村民守护的工作 他不是像一般道教的五营 他是祖灵信仰 各角头宫蟹各有一个姓氏家族 要负责管理祭祀 即被耍角头宫蟹的多命 这全排平谱部落之罪 也是最具古宫的希拉雅信仰 建筑分两室 卦有诸佛可为正室 主要事奉阿利姆 哦这个到中央公室那边大概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东南东南公室 卦有诸佛可为正室主 是阿利姆 也有叫阿利祖 旁室是奉寻查神 哦 寻查神为阿利姆的副手 旁室外有 一拐杖之上弯竹头戒 拐杖上弯竹头戒 名为跳翘 跳翘 为寻查神领兵进出之管道 跳翘连接一个露天的铁龙围城之处 内有一个市府 名为兵马营 诶 市府是兵马营 为角头宫蟹的卫绍站 诶 市府竟然是兵马营 是威绍站的 诶 这里东南公室 他前方 你看路边 灯笼的下面右边 你看路牌谁东公室的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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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南公室阿利姆的神明是杜拉娜 杜拉娜 杜拉娜 管东南门 东门的南方 东门南方 尋查神明不知啊 目前由张姓的族人负责管理 这极变耍好像姓段的 姓段的 有个大家族 还有什么古厝啊 张家古厝还是 哪一家古厝啊 谢谢 谢谢